缅甸胆邦北部,因历史原因,国情较为复杂,尤其在靠近中国一侧,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堪称全球最神秘的地区。 然而,抛开政治不矮,你能见到当地山川和月,依然清零秀美,当地人民,同样热情好客,村落里一样吹烟鸟鸟,山林里走着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的多民族原住民。 这里或许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神秘,位于缅甸胆邦东部的茂密丛林中,这里山川秀丽,四季如春,风景迷人,自然景观独特,旅游资源极为丰富,艺术国门,大金塔,沃佛景区,和平塔,进度纪念展览馆与珠宝玉石展览馆,商贸购物中心连片成群,每年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和游客成为旅游新景点。 不过,人们倒是更熟悉它的中文名小孟拉,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华人,目前中国开通了边境游,当地也大都是华人,经济以替代种植及娱乐行业为主。 近年来随着当地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吸引中国内地的投资者,小孟拉正快速地成为缅北甚至缅甸一个繁华城市,有人认为中资企业正在把小孟拉造成在缅甸的中国城China Town。 自2006年起,大量的中资公司涌入小孟拉进行投资房地产开发,以及投资经营赌场。 随着大量中资公司入住,小孟拉的房地产与各种产业迅速涨高。 根据小孟拉政府的统计,自2012年到2016年,中资公司在小孟拉投资累计超过26亿美元。 今年头8个月,中国游客到小孟拉的数量也多达63.5万人次。 小孟拉预计到2020年将能吸引来捡的中国游客,达200万人次。 这里预计成为中国另外一个家园。 去过小孟拉的人有会一个很总体的感觉。 小孟拉可能与大家在媒体介绍中的认识的有一点不一样。 其实小孟拉,很多去过的朋友都会感觉,比你想象的要好,但是不会好很多,因为有很多投资未被发掘。 最近几年小孟拉正处于黄金发展期,一直以来,小孟拉的第一产业是博彩业,手工业,水果种植业,橡胶,20世纪末中国南部广东,福建那边的手工工厂,大多搬到东南亚来,很多都在小孟拉。 直到2014年,小孟拉的博彩业是它的支柱产业,小孟拉的旅游业也很发达,像今次缴旅游景区这样的亚洲3A级景点,游客人数是每年递增的,而且增长非常迅速,然后就是农业和渔业。 小孟拉的水产非常丰富,不论是出海还是在淡水湖中,都能有非常丰富的产出。 小孟拉光照族,土壤肥沃,不论播种什么东西种在哪里里,它都会自己生长,并且收成非常高,大多中国人会觉得小孟拉当地的人的性格有一点懒惨,不管做事还是说活之中,都会透露出一种松懈的态度。 原因之一,就是因为小孟拉的土壤肥非常弱,气候条件太好,基本上随便种点果输,一年只要有四分之一的时间,动一动劳动一下,其他时间都休息,就能有不错的收成。 所以它是一个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。